什么特训岛竟然要下架了你们都知道吗 相信很多小伙伴最近应该都刷得过一些 关于再见特训岛的视频 难道说特训岛真的要下架了吗 于是我就上体验服看了一下 才发现特训岛原来真的改了 但是样子呢还是原版特训岛的样子 许多建筑呢也依然都在 那么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新版特训岛都更新了些什么吧 首先呢就是这个特训官吉利的样子变了 在原版的正式服中是这样的 更新了之后直接就变好看了 除此之外这里还增加了一个投掷训练 玩家们可以在这个训练里面练习扔手的 除此之外室内靶场也迎来类似大更新 主要更新内容就是空间变大了 而且变得不是一般的大 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练枪一定很爽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东西 我们经常来特训岛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在我左边这里呢原本是一个赛道 再更新之后这个赛道呢会直接挪到右边 还有就是在腾云岛的这里增加了一个小屋 在这个小屋里面呢是一个摄影棚 在这里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拍照的背景 目前我们使用的这个背景呢是一个粉丝的 除此之外还有海滩背景 还有赛博背景 以及绿木快招 其他呢还有一些建筑也挪动了位置 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对了 许龙这里还有几个多余的体验符号 所以呢决定送给评论区的小伙伴们 想要的小伙伴可以直接扣一 看下来 看下来 看下来